近牛座的朋友 其实呢 你们的那个运势 跟你们上家 就是上一个姓座 白羊座 就是母羊座 是挺像景 挺像景的 你们太过自负了 自大 就是有一些自明得意 你们觉得自己是最棒棒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天王星在你们 这就是你们的命贡里面 OK 那同时它是三分了 在摩羯座的那个火星 那火星就是在山河的 那个南交点 那同时呢 你们的那个守护星 近星 他们现在在母羊座 我们香港人又叫白羊座 那近星在这个母羊座的 那个能量是最弱最弱的 OK 那同时这个金星在四分呢 在摩羯座 也是最弱最弱的那个母亲 那所有这些能量加起来呢 就是说 你们会有一些 那为什么我会说 你们就是有一些自明得意呢 在母羊座来讲 对于他们呢 因为他们真的很成功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很棒 他们什么人也看不起 所以人家会不喜欢他们 甚至讨厌他们 但是对于你们 金牛座来讲呢 其实你们并不是真的一定很成功 但是你们有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就是人家会觉得你们很奇怪啊 但是你们又是觉得自己很棒啊 那你们就是对人家很多的骗见 OK 但是其实并不是一定你们真的很成功 白羊座才是 这是母羊座才是真正成功的那些人 但是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好棒好得意 所以呢 你们会跟人家的关系很 不是家人 就是任何人的那个关系不好 尤其是感情的关系 OK 可能你们会分手 那尤其是如果是一些新的那些感情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新的合作的关系 那这些关系会破裂 还有呢 如果你们 就是说有一些 想关于艺术创作的那些新的project要做 也会因此 因为你们太奇怪 你们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OK 那这一些project 就是艺术创作的那些project 会胎死负重 对 那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要避免 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你们真的要想一想 你们老 就是你们的老大里面 有什么一些奇怪的念头 会倒是人家不喜欢你呢 会倒是你们想去做一些 艺术创作的东西会 不能成功呢 那你们自己要想一想 对了 所以啊 对啊 因为你们跟 牡羊座的那个运势真的很相似 对 因为金火 这两个星 就是你们的分别的那个守护星 他们有一些上会 也是挺多的交流的 对了 但是 我再讲一遍 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那个 所以他们如果自大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们呢 你们是因为你们有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一些很奇怪的直学 你们 你们的一些想法 旁人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 其实你们并不值得骄傲 OK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